除了過年吃東西會失控之外 像我之前自己平常的生活 有時候工作時間長 我會忘記吃東西 但回到家你就會很餓 然後又會很累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點點小確幸 對 會有療癒食物 但是療癒食物絕對不可能是那種 水煮雞胸肉或藜麥之類的東西 那一定就是鹹酥雞 薯條 重口味 對 重兵器一定要 那這樣吃下來 長期這樣吃 其實我也會擔心 說真的 我的消化道的狀況 然後尤其是過年這樣累積起來 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有小法寶 才可以對抗這件事情 沒錯 我就想到底要怎麼辦 才可以幫助我改善我的消化道 於是呢 我的朋友就推薦我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它是一個 70年的大品牌出的 三酵益生菌 喔 這個牌 三酵喔 三酵 它是哪三酵呢 就是益生菌 還有益生質 以及鳳梨酵素 那這個產品 它其實是有經過一些測試 有試驗過的 就可以確保在有效的時間內 它都會有 50億的好菌 50億喔 那我要問問營養師 我們的淑慧老師 為什麼益生菌 我們要這麼的注重這個好菌 我們選擇益生菌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一定要讓益生菌 能夠達到我們的消化道 才能夠凸顯它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希望能夠選擇的是活菌 活菌到我們的消化道裡面 去定質的效率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另外一個事實上 既然是活菌 它比較會受到溫度 濕度的影響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在挑選的過程裡面 你能夠選擇的時候 能夠有經過 按菌性試驗 追蹤它的活菌數 一定能夠達到某一個程度以上 才能夠凸顯它對消化道的幫助 是 對 所以在選擇上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提醒大家 仔細的選擇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是 沒錯 而且我們有時候會知道要吃益生菌 可是會不知道 其實也要補充益生質 那這個產品裡面 它就這兩樣東西都兼具 都有一次搞定 你就可以從根本養出好菌來 是 所以蘇維老師 益生菌跟益生質 有什麼不同 不一樣 益生質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我們吃益生菌的目的 就是要讓它能夠 在我們的消化道裡面定質 生長出來 所以你要供應食物給它 不然它怎麼長得出來 它一直綿延不斷的繁衍下去 所以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你要攝取這類東西 事實上要一段時間 是 你必須要慢慢慢慢的去養活它 所以你要一段時間的 一直不停的攝取 然後讓它有食物攝取進來 所以你最好是能夠 把益生質一起進來 所以讓它能夠有時間 去拓展它的視力範圍 然後它就可以調整你的消化道 是 所以都要很平均 對 而且我們剛才提到 益生菌益生質 還有鳳梨酵素 鳳梨酵素它就是一個 蛋白質的分解素 對 蛋白質的分解酵素 是什麼 我想這個字一定最清楚了 一般來講 我們在肉類噴條裡面 我們通常都會投育一些鳳梨酵素 鳳梨就會軟 對 對 所以鳳梨酵素本身就是一種 蛋白質的分解酵素 那你知道我們在過年期間 如果你能夠再附放一些進來 就是蛋白質分解酵素進來的話 它也提供 就我們剛才講 前一段分解的動作 這時候蛋白質分解酵素 鳳梨酵素可以幫助我們 是 所以我們在 其實在醃製肉的時候 其實可以放一點鳳梨酵素進去 對 可以 不然就是鳳梨 鮮的鳳梨 把它肉醃製一下 沒錯 讓肉也比較好軟 比較好烹煮 是 這樣子喔 對 所以它就等於 它是三孝合一了 相煮相成 然後你就是 每天吃一顆 然後餐後一個就搞定 它也很輕鬆 對 然後你就可以幫助你好消化 然後又可以好順暢 然後重點呢 你這樣就可以很輕鬆地享受 你的窈條了 對 後面這個重點非常重要是 反正我吃了以後我可以輕鬆地享受我的窈條 不累 謝謝五熊的分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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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